他有一個日久深情的對象 對方也鼓起遊戲跟他告白了 本來就沉澱下來發現 當別人喜歡我的時候 我就討厭他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怎麼會有一個正常的人 喜歡我 那這問題到底在誰身上 所以他其實沒有辦法進入關係的原因 也是因為他沒有完完全全的愛他自己 今天來聊聊愛情了 相信大家應該都對四個愛情的依附人格不陌生 分別是 安全型依附 焦慮型依附 逃避型依附 還有混亂型依附 對 很多人會知道說有分這些 但是我不太知道確切我是哪一種型人格 然後以前有可能是混在一起的 那我們今天來探討的是 那這四個人格當中 會有哪一些會遇到的問題 或者是需要用什麼樣的心態 或者是需要用什麼樣的心態 就是如果對方是這樣子的人 可能我們需要想要去面對 我覺得首先幫助大家了解一下 你自己可能比較偏向哪一種類型的依附類別 這個為什麼我們會說比較偏人格呢 因為他是一個Mary Answorth這個心理學家 他做的一個嬰兒陌生情境實驗 那我們先來講 他的情境是怎麼樣 通常他的情境很簡單 就是媽媽先跟一個他的嬰兒在實驗室裡面 然後這個媽媽先跟他玩 觀察這個媽媽在的時候小孩的基本狀態 那通常呢 如果你是安全性依附的小孩 媽媽在的時候都會很開心 然後接下來媽媽就要離開了 離開了之後呢 安全性依附小孩就會開始大哭 其實這是非常正常的 因為你最信任的人離開了 然後陌生人進來之後小孩子也會大哭 可是最關鍵的就是媽媽回來之後 這個小孩的反應會是什麼 所以安全性依附呢 能夠在媽媽回來這個實驗室裡的時候 很快就被安撫下來 因為媽媽來了 他的安全感到 安全了 然後又開始玩他的玩具 可是呢接下來第二種類型 焦慮型依附的小孩 就比較不一樣了喔 媽媽在的時候也非常容易生氣 然後陌生人進來媽媽離開 他都很生氣 最終媽媽回來的時候 他甚至對媽媽拳打腳踢 所以他對於媽媽離開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憤怒 所以如果焦慮型依附的夥伴在感情裡面 我們很常看到你會追著對方跑 你為什麼不說 你為什麼不講 我們要有溝通呢 對方可能道歉可能回來了 他還會生氣說 你怎麼樣 你之前怎麼這樣子 對對對 他可能道歉了他就覺得你不夠真心 你沒有真心覺得你做錯什麼事情 他會繼續追問下去 那再來第三種類型叫做 回避型依附的小孩 非常特別 媽媽在的時候他也是冷冷的 媽媽在不在好像都跟他沒什麼關係 陌生人來他也是看一眼 然後沒什麼感覺 然後媽媽最後回來的時候還是 就回來了 然後他就是繼續玩 好像一切都比較事不關緊 那有些人就會覺得 迴避型依附的人 好像看起來比較理性嗎 比較沒有情感 好像比較不愛我 對 這一類型的夥伴呢 就會有這樣子的現象 那最後混亂型依附是最難說明的一種 因為他沒有一個固定的脈絡 他有的時候很生氣 有的時候又很冷淡 然後你不太知道他會出現什麼反應 所以如果你是混亂型依附的朋友 你可能也會比較 不了解自己 不知道自己發生什麼 當然在了解自己過程之中 不能放棄啦 只是說也許這類型的夥伴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那因為我們在感情當中 有一個很大的課題就是 很容易沒有安全感 對 安全感怎麼樣獲取 那他在這四種人格裡面 是會有依據的嗎 比如說哪一種人格裡面 他對於沒有安全感 跟對於安全感的不確定感 他會不會特別的強烈 或者是怎麼樣人格的人 可以怎麼樣去面對 不管什麼人格啦 我覺得最終最終 安全感都是一個 我們內在建立的一個 baseline 就是我們需要有一個 內在安全的基調 然後我們再跟外在的人事物核對 這樣子的互動 是不是對我而言 最有安全感的齁 但是順序永遠不會變 我們得先去鞏固內在的安全感 才有辦法跟外界人溝通 我常會這樣舉例 如果我們內在的安全感沒有鞏固起來 很像是我們內在的那個容器是破掉的 然後別人不管再給你多少安全感 他隨時隨地都回你訊息 然後下班就來找你 倒了很多水對不對 依然是不停的流走 所以那樣的安全感是永遠不夠的 對 我們得先去看到我這一個容器 破掉的地方發生什麼事 我們需要去療癒它修補它之後 接下來不管是你自己的安全感 或者是別人給你的安全感 才有辦法很穩定的累積上去 我有聽過說 比如說像焦慮型人格 就是你再給他構足的安全感 他到最後還是會沒有辦法滿足他 覺得不夠 然後覺得就會懷疑你或是怎麼樣 那如果遇到對方另外一半 會是這樣子的人 我們要去用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 我覺得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就是看開 就是他就是這樣子的人 我一做到我能做的 我只是看我能不能夠接受他 這樣子給我的回饋 其實你這個概念 基本上沒有什麼錯誤 像我們常常在愛情市場裡面觀察到 焦慮型人格跟迴避型人格 最容易搭在一起 俗稱 交逃配 一個追一個跑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方式交你可能就是逃 對 非常容易這樣子搭配起來 為什麼 因為他們互相就會有一種 莫名的吸引力 焦慮型的人喜歡追嘛 所以他對於不動的東西 他幹嘛追 對像貓咪一樣 對 對 就是因為他酷酷的好像事不關己 就特別讓你想要 你說征服他也好 或者是改變他也好 你就會有這樣的衝動 那逃避型的人 如果他也找一個逃避型的人 那他們根本老死不想跑 對 兩個人沒有太多的吸引力 對你們就沒有互動了 所以他一定會去吸引一個喜歡追他的人 一直打電話奪命連環call 他就會覺得 好啦這個才叫做愛情 所以你們兩個互相如果永遠是追跟逃追跟逃 你們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不然就是等某一方放棄了 那我們才會結束這段關係 對 可是真正去改變這個循環的就是一個方法 就像你剛剛講的 我們需要去打破追的人我不追了 這個時候逃的人都會 欸怎麼沒有人在追我 他就會有餘欲往後看 如果你一直追 他都知道你一直追 他是不需要停下來的 他就一直往前跑就好 對 所以你們的模式就不會改變 通常我必須說 要逃避型的人去停下來 不容易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這個嬰兒 你不管來誰 你走了 他是比較無感的 那說這樣的人就不需要愛嗎 其實沒有 他們也非常的需要愛 只是他們不太理解怎麼樣去得到愛 甚至有一些小朋友 他小時候的經驗是得到愛之後 是蠻恐怖的一件事 OK 也許我得到你的愛 但是接下來你對我有很多的要求 對我想要控制跟改變 所以這類型的迴避型 他也有可能是因為後天他的經驗 他覺得愛很危險 所以那我乾脆不要 那這樣子如果我們繼續追著他跑 繼續說 我要跟你溝通 我要跟你溝通 對他來說就是一種危險訊號 所以其實最容易改變的一方 是焦慮型的 所以如果對方是焦慮型 就試圖的看什麼方法可以改變他 但如果你自己是焦慮型的 你就知道自己是需要被停下來的那個人 其實我偷偷覺得看我們影片的人 逃避型的人應該算是比較少的 我們自己都是焦慮型的 不是不是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因為Blair你的頻道 比較情緒豐沛對不對 我們是比較接觸自己情緒的 所以我們自己都是焦慮型的人 不一定 安全型衣服的人也是有情緒的 那焦慮型衣服的只是他的情緒會 會感覺特別這樣子強烈震盪 那安全型衣服你會感覺你有震盪 但是好像比較在你能夠處理 你能夠理解的範圍 差別只在這裡 不是說安全型衣服的人 就完全沒有情緒喔 不是這樣的 但逃避型衣服他真的就是 不想讓自己有太多情緒 他不想讓這個世界 對他有分毫的動盪跟影響 所以通常他應該不太會看我們的影片 如果有的留言一下好不好 他可能沒聽過軟心聲的還是 他可能沒聽過 接著呢就是我收到一個網友投稿 他說他有一個日久深情的對象 他其實也蠻喜歡他兩個 就是互相很舒服啊曖昧啊這樣子 好不容易有果要有苦了 結果對方也鼓起有心跟他告白了 就很棒的在講說 幸福快樂要繼續走下去 發現他不對 他可能就沉澱下來發現 為什麼越來越討厭他 結果他開始覺得 你做每一件事情 我都會放大我厭惡的地方 那這個我推測 他是不是有一點點討必行的感覺 就是我在愛情面前 我們就是大家都一樣 然後可以很開心這樣 可是當你來追我的時候 我就會想要退縮一步 他的確比較有多一些些回避型衣服的成分 但是我往更深的內心去剖析 其實這樣的人沒有辦法接受真實的自己 有點像是我們進入到真實關係裡面 除了粉紅泡泡之外 更多的是放屁蛙鼻孔 素顏然後流口水 甚至生意失敗 或是這些最不堪的一面 是在真實關係裡每天都在上演的 可是假如我們只想活在粉紅泡泡裡 那我們就不可能去有勇氣面對真實的愛情 因此他會比較想要停在戀情的前期 尤其是曖昧期 而且很多人不婚就是這樣 就是你只要有男生跟他去活他就分手 然後就再含下一個內愛 這樣的夥伴呢 通常我也會覺得 這不是一個錯的事情喔 可是我都會邀請你們問問自己 累不累 因為有的時候如果你真的覺得不累 可是我覺得很多人是也想要定下來 只是他就是不知道我們就想跟他分手 那該怎麼辦 所以如果你意識到 其實在這樣不斷換伴侶的狀態下很累 我們就得去面對自己內心 很怕自己真實不好看的面相被對方看見 表示我們其實是很不接受自己 很不接納自己有這些不好看的時刻 因此我們也不會接受別人不好看的時刻 所以一切都跟自己有關 對不對 那當我們更接受自己每一個面相的時候 其實關係繼續下去就會變得非常容易 如果你試圖想要有心的去調整的話 就是去做一些實際的行動去補足那些 你自己看不慣自己或是沒有自信的事情 對讓自己的建立心建立起來 對於自己不足的地方會更有把握 可以這麼說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 就是有一些面相我們並不一定能真的改變 比如說我們就是一定會上廁所 我們一定會放屁這件事情 也許林志玲都會做對不對 可是我們真正在面對自己的時候 這一些部分有沒有被你同樣的愛進來 所以他其實沒有辦法進入關係的原因 也是因為他沒有完完全全的愛他自己 我想問那如果是性單戀這個名詞 因為我自己之前遇到幾次的狀況是 就是可能跟對方很好 對 然後可是只要一知道對方好像對自己有意思 就超級反感 這種算是迴避型還是怎麼樣 的確是比較偏迴避型的類型 可是最終說到底他依然是沒有辦法喜歡自己 所以很多人很有意思喔 當別人喜歡我的時候我就討厭他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怎麼會有一個正常的人 喜歡我 那這問題到底在誰身上 自己身上 還是在我們身上啊 我們覺得自己很糟糕 我們覺得自己不值得被愛 這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 真的是需要被看見的喔 應該是說 性單戀它只是一個 我們描述這件事情的說法 但它不是說你絕對就是沒有辦法愛人 或者是別人愛你你就一定討厭他 而是我們得去看見 原來我這麼不喜歡我自己 伴侶的確都是我們的鏡子啦 對 所以他在我們面前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見自己的樣子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你自己 別人也很難觸碰到你 這些人 一他可能就是搞不清楚怎麼會這樣 然後像你可能釐清 喔原來他有這樣子的自我懷疑 你可以就是認清這件事情 或者是二你想要去改變 對 那改變的話我就可以多去參加一些 比如說自我療癒的活動啊 課程啊 去多跟自己 除了對話之外 怎麼樣用實際 因為我覺得愛自己這種東西 其實就是很多方式嘛 在生活上要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不代表這些人 就是在生活上不照顧自己 對 不像是你在心靈層面的 你有沒有打從心底的認同 你自己這個靈魂 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像有非常多那種身心靈課程啊 或者是老師帶領你去呼吸調節 去跟自己最內心的每一個器官對話 甚至是跟自己內心 最渴望的什麼東西是什麼 然後你最恐懼的是什麼 恐懼的 你自己最沒有自信的東西是什麼 對 如果你真的有心想去解決的話 我推薦這些方法給大家 我不覺得戀愛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我剛剛想到的是 也許你這輩子都不想談戀愛 你就想要獨生一人 這也沒有任何錯誤 但是無論如何面對自己 跟愛回這個自己 是不會停的 對 無論你用戀愛的方式 學習愛你自己 還是你用單身的方式 學習愛你自己 我們都得踏上這一跳 就算你自己一個人 你不談戀愛你還是要愛自己 沒錯 無論你是安全型啊 迴避型啊 超焦慮 對於甚至你是不能混亂 你有時候覺得很冷靜 有時候覺得我很想要去追對方 可是都沒有關係 沒有任何人說 誰對誰錯誰就是比較好 而是你怎麼樣去 知道自己有 是這樣子的 稍微的分類 而且不要去太疑惑說 我好奇怪 對方好奇怪 對方怎麼會這樣 然後就有各種問號 而對方有很多誤解啊 不滿啊 甚至是對你們的感情中 有很多互相傷害的言語 或是行動出現 了解這個比較是 更能夠體諒 然後正能夠對正常說 原來他有這樣個性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跟他溝通 用什麼樣的言語 或是步調 對 我們可以把自己的性格 當作你演的 一齣戲的一個角色來看待 因為很多人就是 不一樣多重人格的那種感覺嗎 最新你不會這樣就分裂 OK 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本來內在就是 很多很多的part組合成的 所以我們可以做多種實驗 譬如說我們最怕就是 你把自己定義成一種人格 我就是這樣 譬如說我就是焦慮依附的人格 我沒辦法 我就是得追 你把它想成 我現在在演這一齣戲 我是這個女主角 我就是一個很焦慮依附的一個角色 那我可不可以改天 實驗看看 演看看 如果我是依附性人格 我會怎麼活我這一天 角色扮演的概念 對對對 心理劇的概念 不是什麼感情淡了 然後來角色扮演一天 沒錯 你當家庭主婦我去上班 對 就因為我能夠體諒這樣子的人在想什麼 然後原來他是這樣 那我該怎麼樣 用什麼樣的對話去做 對啊 我覺得蠻可以玩玩看的 對啊 這些不同類型的衣服型態 比較是大眾大概會大概的分類 對不用說硬要被分到哪類 然後你們對這個有興趣都可以上網爬 就是有分享很多文章啊 專業的文獻有在做研究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我們是暖心商還是 剛剛是有放慢我們 我要做我是Flair 你剛剛有 我是Flair 我是雨昕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拜拜